被撞后的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 发生在2017年的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撞船事故 令美海军颜面扫地 美国海军时报14日称 最新披露的该事故完整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海军内部存在玩忽职守 管理混乱 素养低下等诸多问题 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公众想象 2017年6月17日凌晨 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宙斯顿驱逐舰 在日本佐世宝海域附近 与一艘菲律宾货轮相撞 造成七名舰员丧生 美海军少将布赖恩福特盛命主持事故调查 与撞船事故发生11天后完成报告 深入总结了该舰舰长 瞭望守等责任人存在的严重失误 不过这份详细调查报告并未公布 美海军只是据此解除了该舰舰长 副舰长 军事长的职务 另有一些官兵和值班人员被追责 海军时报最新获得的该报告详细版本显示 菲茨杰拉德号上曾在大量管理混乱 甚至是玩忽职守的行为 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 例如舰长和高级指挥员经常不在指挥岗位 即使在夜间通过船之密集航道等危险航行时刻 也是如此 就在撞船事故当晚 舰长布莱斯本森并不在指挥位上 而是在舰长宿舍内呼呼大睡 他低副手巴比特中校也没有在港工作 唯一在港负责的情报官员纳塔利库姆斯 则忙于处理羁押的办公文件 根本没人负责航行规避 事后调查人员上见发现 该舰战斗情报中心垃圾堆积如山 室内乱丢着舰身用的狐灵 甚至扔着舰员变尿用的瓶子 充满了尿液的刺鼻味 一些雷达操控根本不起作用 舰员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报告还显示 威茨·杰拉德号的军舰运行管理状态不佳 自2015年以来 舰上长期缺边一名负责帮助安全操舰和训练舰员的首席管理军官 该舰所在的驱逐舰中队和海军部官员都知道这个缺边情况 却迟时没有补充到位 即便如此 军舰还要在第七舰队的高强度航行节奏下往返奔波 舰上人员长期士气低落 根本没有人关心航行安全问题 精疲力尽的舰员们既没有足够时间来训练 也没有机会进行关键航行资格认证 这份报告还披露了美军舰员操作能力的弱化问题 在撞船事故发生以前 菲茨·杰拉德号上的很多舰员 根本没有夜间通过繁忙航道的经验 对指导航速 观察和避免碰撞的航道规则指南 哼、舰、也并不惜 在事后的规则测试中 舰上的22名舰员 平均得分仅为59分 只有3人得分超过80分 7名舰员得分在50分以下 另有4名舰员拒绝参加测试 对另一艘军舰的同类型测试中 所得出的成绩也一样令人沮丧 海军时报称 美国海军先前不愿对外公开报告内容 理由之一是要为撞船引发的法律诉讼做好准备 这次也指向对国会和撞船遇难官兵家属公布调查报告内容 但不会全面对外公开 美海军发言人格雷格里希克斯表示 海军决定保留不公开报告的法律特权 以保护美国的合法权益 向国会和遇难官兵欺人公布撞船原因和教训 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些悲剧不再发生 李传珍中心网重庆12月22日电 韩路逍遥 21日16时35分 距2854列车 缓缓驶入重庆西站 从一号车厢里走下来一位带着默认的军人 前来接站的陆军军医大学 西南医院工作人员对他寻了个标准的军理 铿锵有力的说道 英雄杜富国 您好 10月11日 杜富国在雷场作业时 突遇爆炸 危机时刻 他挡开战友 自己却不幸被炸伤失去了双眼和双手 此后 杜富国一直在陆军第926医院接受治疗 12月13日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接到926医院转诊申请 希望扫雷英雄杜富国能到该院接受后续治疗 第二天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立即成立救治工作组 对杜富国的前期治疗情况进行了解辉总 确定杜富国收治该院康复理疗科进行后继治疗 为了更好的救治杜富国 康复理疗科病房立即着手进行修缮 并在病房里安装了智能马桶 电动病床等些设施 12月21日 清晨6点半 杜富国一行从明南开远出发 17时 杜富国乘车抵达西南医院康复理疗科 17时10分 医院组织呼吸科、心内科、眼科等15个科室专家 听取前期治疗情况 进行第一次全院会诊 据了解 下一步西南医院将根据会诊情况 对杜富国进行相关检查检验 完善治疗方案 同时 陪护人员将24小时 对杜富国进行专业陪护 营养科将针对杜富国的治疗方案 配置专业营养膳食 西南医院将尽快拿出具体的身体技能 心理健康等诊治 及康复方案 为其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At Sevilla Dadpost 7,531 On the 31 环球网军 1月10日报道 俄罗斯星通讯社 1月9日到 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新闻处处长对记者称 完成在地中海任务的北方舰队大型反潜舰 北莫尔斯克号 1月7日前 进入了黑海海域 他表示 完成远航任务的北方舰队 大型反潜舰北莫尔斯克 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 明天1月10日 舰艇将抵达黑海舰队主基地英雄城 塞瓦斯托波尔 1月7日前 北莫尔斯克号反潜舰完成了在地中海的任务 据悉 从9月底至12月中旬 北方舰队人员在义渡阳 亚丁湾 红海和阿拉伯海水域行动 他们完成了打击海盗任务 并确保民用航运的安全 据报道 大型反潜舰北莫尔斯克号船员 还完成了一系列军事外交任务 并抵达了阿尔吉尔 维多利亚 班巴 安齐拉娜娜 吉布提 卡拉奇和利马索尔的港口 此外 他们参加了亿渡阳上 俄巴 南海道国际演习 阿拉伯 预风 赴20118 和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跨舰队演习 北莫尔斯克号远航期间 约航行了三万海里 就在1月7日 据俄罗斯2T新闻网报道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官方账号 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的麦克亨利堡垒号 USS Fort McMurray Alessie 53 登陆舰正在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指挥官弗兰切地海军中将表示 麦克亨利堡垒号的到来 重申了我们对维护黑海海域安全的决心 并加强了我们与该地区北约盟国和伙伴国的牢固关系 麦克亨利堡垒号登陆舰上 还搭载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部队 2018年11月25日 俄罗斯称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 侵犯俄罗斯国界 驶入临时封闭的海域 并从黑海向克赤海峡方向行驶 这些船只实施了危险机动 且没有服从俄方发出立即停船的合法要求 三艘舰艇被俄方扣留 船上的24人先后被俄法院批准逮捕 其中两人是协调了这起挑衅事件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员工 事件造成俄乌关系骤然紧张 而美国和北约随后也加强了在黑海海域的军事行动 颇有力挺乌克兰威慑俄罗斯的意味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身处肿龄潜重道 习主席强调指出 要加快形成多维一体 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乡领域居民融合发展格局